你好 社长教你如何签539赚钱 社长已经给你教过多次 今天再重复一遍 签539你不要想太多 就是全车 没有一杆进洞的啦 老兄 打高尔夫球有一杆进洞的吗 没有 签全车就要二中一 机会比例会高一点 社长每个礼拜都中三次 这个是一比四 如果乘以一的话 每天你乘以一就是六千块本钱 一个礼拜是三万六的本钱 三万六的本钱 然后如果说是赢三次的话 你想想看 你就赚多少钱 扣掉每一次赚的话是一万二 六二一十二 六一的七万二 七万二减三万六 是不是 那个每一次中是两万 两万乘以六次六二一十二 七万二 七万二减到三万六 对不对 你还赚三万六千块钱 本钱是三万六 你每个礼拜固定赚三万六 老兄这有什么好赚的 有什么比这个还好赚的 事实上你根本不要准备很多的钱 你又是乘以0.16百块 你也是赚钱嘛 也赚个几千块嘛 回家好加菜金用嘛 是不是 各位 只有跟着社长签539全赚二中一 是你唯一赚钱自胜的方法 社长从2007年做到现在的539做了13年 从民国七十六十七年做六合彩 到了2017年做539啊 2017年是 2007年做539也13年啊 各位 我是专攻539我不做六合彩也不做大热头 赌博只要赌一项 用赌一项他人中奖就是为原则 中奖为原则 好 这就是社长跟各位报告 跟着社长签牌去稳赚不赔 当你输了六七以后 社长会用0.1来支持你 当你赢回本钱 因为你签大那是你个人的行为是 我们都是以0.3为比例啊 社长是以0.1支持你啊 来继续签下去啊 可以借你发财金0.1 可以借一个礼拜 一个人借3.6 但是社长从来也借过少许的人 并不是他跟我的牌输钱哦 是他签六合彩签搭的时候输了钱 怪到社长这边来 社长539帮他赚的钱 他又投资到那边去 是吗 我把他骂了一顿 我借了他钱后 他又赢回来 还给我 我就不理他了 因为为什么 我的责任上我就不再给你折下去了 你不听嘛 你这个赌鬼啊 赌博赌一项赌539就可以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想发财 你做梦 我都发不了财了 你还发财 我顶多他妈赚个七八千 一万块的零用钱 用用就好了 你也是跟我一样啊 赚个七八千一万块嘛 那你还想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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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